下班已经回到家工作讯息 还是一直来休息时间全泡汤 台北市首推离线圈 明确制定行政指导原则 员工下班后还收到工作任务 就能要求雇主付加班费 究竟这下班后怎样才算加班 如果晚上六点下班 七点收到主管传讯息指派任务 员工有回复并回传工作成果 当然就算是加班 如果不读不回不算加班 但已读不回就会难以界定和矩阵 是否有加班事实 推行离线圈 台北市劳动局也说希望未来离线圈能够正式列入法条中 或有相关专法更加有法律依据 华视新闻张荣福沈丽荣台北报道 哈喽我是陈亚玲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频道